大家好,我是谢涛 欢迎您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谢涛听世界 在公众号收听过往所有的精彩录音 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 话说,孟达祥曹一走了之之后 和他命运差不多的刘峰却很实在 虽然他知道这个时候自己的义父刘备很恨他 但是他依然没走 但你不走并不意味着你的日子好过 而走掉的那个孟达呢,日子却发达了 而且还成为带路党,回来了 虽然刘峰以前曾经欺负过孟达 两个家伙在感情上其实是不对付的 但是这一趟来 孟达可是提着自己的脑袋来的 如果任务完成了不好 那可真叫前无去路,后无归途 所以在别无选择之下,孟达还是毅然决定 是我们的老大 但你想想啊 汉中王现在立了刘善为太子啊 继位的事儿没你那一份啊 你要知道,我们都在私下底为你抱不平啊 刘将军啊,你战功赫赫 将来迟早有一天威胁太子的地位的 你仔细考虑一下吧 即便未来汉中王不扮你 他左边右边的那些人也会想方设法搞你的黑材料 让大王办你的 总之一句话 你啊,很危险啊 信的最后,还不忘来一个总结发言 今足下,弃父母而为人后,非礼也 知或智而留之,非智也 见证不从而遗之,非义也 这番话啥意思啊 喂,拜托,小刘啊 当初你不要自己亲生父母而做了别人的义子 你这是与礼数不合 明知大祸临头,却偏偏选择留下 这不是聪明人的做法 可以弃暗投明,却抱怀疑的态度 这也并非是什么义气呀 总之一句话 现在啊,你离汉中王还很远 他一时半会儿也拿你没主意 你啊,还有喘息的机会 过来跟我们混 讲经待遇啥的不是问题啊 如果执迷不悟 等我们大军开进 你就没有退路,彻底玩完了 孟大这意思啊 就是说,刘峰啊 干脆和自己啊 做彻底的投降派 至于什么道德啊,良心啊 你就当给路边的狗吃了吧 话说得很糙 听上去呢,也挺让人鄙视的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了 孟大的说法其实并非毫无道理的 有相当一部分还真给他说中了 不过,刘峰政治立场还行 对于这封善意的劝详信 置之不理 孟大他们是有备而来的 他们早就做好了刘峰不愿意投降的准备了 来势汹汹啊 即便是刘峰手下的大将沈丹 看到了也觉得 这事儿啊,瞄头不对啊 加上他本人又是孟大的好朋友 于是沈丹沈怡兄弟俩就宣布 自己齐了 跟着孟大老大混 这样一来 刘峰就扛不住了 再厉害也顶不住两面加工啊 于是城就守不住了 上雍三郡通通丢了个金光 狼狈不堪 只能逃回成都去了 当然,对于刘峰自己来说呢 他有大把的理由认为自己不需要担责的 那,上雍等地的丢失 是因为孟大投降了 沈与沈丹兄弟俩被判了 这些原因是我刘峰不可控的呀 如果硬说我刘峰有责任 这责任也不大呀 可是,有没有责任这事儿 不是你刘峰自己认为怎样 就是怎样的 关键的定性 拍板还得看领导 领导是不是像你一样看问题 那才是关键呢 好吧 领导怎么想问题啊 荆州丢了 上雍三郡也丢了 好好的局面变得一塌糊涂 就像一桌好菜变成了一个猫屎盘子 这种事儿放谁身上谁不郁闷呢 更要命的是 好像这几件事儿里边 都有你刘峰的身影啊 都和你有关呢 领导这么一想 自然就是很生气了 一生气后果就很严重了 于是 蜀汉的高级领导层 先是严厉批评了刘峰的两大罪状 比如仗势欺人导致孟达出走 比如不救关羽导致关羽兵败 史料上说了 先主则风之清灵达又不救羽 那先主指的当然就是刘备了 作为最高领导人 他表示对这事儿要严肃处理 刘峰到这个时候还执迷不悟呢 既然我已经挨批了 也表示悔改了 应该就没事儿了 况且我还是他的义子吧 对吧 作战勇猛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没有苦劳也有勤劳嘛 义父总不可能对自己下手 这么狠嘛 两道护身伏在身 应该没事儿吧 刘峰没想到的事儿 事事无绝对呀 护身符有没有用 不在于护身符的本身 而在于谁给你的护身符 不久之后 这事情就开始变得复杂 并且恶化了 刘峰原本是荆州人 他原先并不姓刘 是别人家的儿子 当初刘备刚狼狈不堪地 来到荆州的时候 还没生下自己的宝贝儿子刘善呢 一看着刘峰觉得挺可爱的 就把他收了当自己的养子 刘峰这哥们儿也确实是个猛男 肌肉超级发达的 当初他曾经在汉中 把曹操惹得很窝火 在山底下大喊大叫着 要让自己的黄须儿过来和刘峰PK一场 如果刘峰只是一般般 曹操哪可能会这么没风度 失态到如此的地步呢 所以实诚地来说 一开始呢 刘峰在刘备心目当中的地位 是相当重的 自己没有亲生儿子 这个杨子又这么生猛 那不用说啦 这个刘峰肩负着 继承刘家香火的重要使命啊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 在刘备同志反复努力之下 没过多久 这带板的刘善就出事了 哎呀 这一下就不同了 亲生儿子都出来了 刘家香火有人继承了 刘峰的位置 不就相对比较尴尬了吗 可偏偏糟糕的是 刘峰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他身边的人都意识到了 孟达意识到了 刘备意识到了 诸葛亮也意识到了 这三个人当中 孟达的话可以忽略不计 刘备呢 还等着别人替他做决定 所以其关键作用的 正是诸葛亮 诸葛亮对于刘峰的态度 是非常明确的 他很早就意识到了 刘峰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 诸葛亮担心 刘备哪一天一伸腿一瞪眼 挂了以后 蜀汉集团里 就没人能扛得住他了 因为刘峰是刘备的义子啊 刘备去世了 谁敢动刘峰呢 退一万步来说 真的有人吃了豹子胆 想动刘峰的话 恐怕也未必动得了 因为刘峰本身就够勇猛的了 诸葛亮的想法是 刘峰刚猛 一世之后终难治愈啊 今后迟早有一天 会威胁到刘善的地位 造成内部动乱 所以应该及早排除安全隐患的 刘备一听 觉得相当有道理 虽然曾经把刘峰当亲儿子 但是亲儿子真的出来以后 那这刘峰就不值钱咯 这刘备只会在乎自己的刘善了 他能不怕未来某一天 这个假儿子会把自己的真儿子搞定啊 如果真是那样 自己这一辈子辛苦可就白费了 等于替刘峰白打工了 于是刘备这个时候就听取了诸葛亮的建议 对刘峰起了外信思了 刘备态度的变化 刘峰应该早有感觉才对的 那刘备当汉中王之前 把刘峰从汉中派到上庸支援孟达作战 史书说法 当时刘备是担心孟达的能力有限 完不成任务 可事实上呢 曹魏的大臣们都说 孟达有将帅之才啊 除非曹魏集团的那些大臣 通通都是瞎子或是傻子 否则 这只能说明 孟达的能耐还是不小的 既然孟达的能力是不错的 又把刘峰派过去了 这种安排只能有一个理由 那就是刘备想把刘峰 从自己的身边给支走 而且这是深思熟虑 故意为之的 还是那句老话呀 稳定压倒一切啊 刘备虽然恨刘峰不救关羽 但是还是没有动杀机的 而诸葛亮及时提醒了 才让刘备下定决心了 如果你刘峰只是个平庸之辈 自然就平安无事了 谁让你偏偏是一个履历战功 表现偷出的猛将呢 为了刘善 你就做一点点自我牺牲吧 于是刘峰没过多久 就接到刘备的指示了 指示当中明确命令 你去死吧 刘峰虽然很猛 但是看到了中央对自己的处分以后 又能怎么样呢 摆明一大堆罪状在等自己啊 不救荆州 不但让蜀国老一辈革命家关羽 光荣牺牲了 而且还彻底丧失了这块地盘 又处理不好与孟达的关系 指使孟达带领部队投降曹魏 而且又丢了自己所守的那几个重要的战略要地 这当中任何一条罪都可以直接判处砍你的脑袋了 现在最高领导让你自己选择去死的方法 那是看在你是养子的份上 你应该知足了 刘峰思前想后 实在是没有办法 只能遵照伟大领袖的教导 去死了 对于刘峰的死 三国演义的忠实粉丝们都大声叫好 说老刘这一刀早就应该砍下去了 谁叫刘峰不去救关二哥 让关二哥败走卖城的 这么想和这么说 当然是很痛快的 可是仔细一想 这真的怪得了刘峰吗 就凭他那点力量 能救关羽吗 当然 关羽事先和他通气 让他过来集中力量一起打曹人 也许是对的 可如果刘峰开过去 和关羽和兵一处 真的就无敌了吗 那时候可是魏武两方势力 以举国之力和关羽来玩啊 两个集团的精英和精锐的部队 都投进来了 都在咬紧牙关 一定要把关羽搞定而后快的 力量之强 决心之大 前所未有 所以再来个刘峰 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呢 刘峰没有过去 当然也有他的想法 而且这个想法也未必全是错的 而且我们刚才也说了嘛 刘备最后下定决心杀掉刘峰 也并不是因为他不去救关羽 而是诸葛亮的那一句劝谏嘛 这显然就是先入为主捕风捉影 而且响入飞飞的冤假错案 实际上的刘峰虽然狂妄一点 但从来没有听说他有夺敌的野心呢 当然这些都是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领导认为你有野心 你就是有野心 领导认为你是潜在的对手 那你就必须是潜在的对手 证据 那是不重要的 权力斗争向来不需要证据的 从这一点而言 刘峰的冤和豆娥也是差不了多少的 而且豆娥死了以后 豆家的损失没那么巨大的 但刘峰的死对于刘备集团而言 损失就大了去咯 现在刘备手下最缺的是啥 人才呀 原先那些有用的人才 不管刘备怎么信任 怎么重用 没施然几下都去见马克思了 比如像是庞统 还有法政 这一趟再搭上一个关羽 不久之后还有个张飞 至于剩下那些人嘛 虽然人品很好 忠诚度很高 但是水平真正突出的并不多呀 能独当一面的就那么几个 而刘峰算是其中一个了 如果刘峰不死 以后蜀汉集团就多了一个军事家 诸葛亮还犯得着这么累吗 诸葛亮死后 蜀国的人才队伍还会那么紧张吗 可是偏偏就在这一点上 不管是刘备还是诸葛亮 这两位在后世人心目当中 非常完美的政治家 偏偏就做了让人不齿的事情 刘备为了刘善 诸葛亮为了以后独揽大权 于是刘峰就该死 这就是政治 政治本身就是险恶的东西 就是一个只顾自己利益 不管他人生死的东西 诸葛亮为人师表 一路为后人所钦佩 但是就事论事 从这件事来看 小题大做 作杀刘峰 真是让人不寒而栗呀 对于刘峰来说 真是百口莫辩呢 这时候似乎他才醒悟过来 明白自己是一步一步地走向了不归路 所以他死前不由自主地哀叹 恨不用孟子杜之言呐 啥意思 就是说 孟达曾经写信来劝自己 现在我是真后悔 没听他的劝呢 事情发生以后 刘备听说了刘峰 不为孟达利诱的先进事迹 突然觉得 这事好像做得太过火了 回想起自己的义子刘峰 这些年来 跟自己安前马后 南征北战 这些功劳都是不可抹杀的 于是不由自主地流下了几滴眼泪 好吧 但愿这不是鳄鱼的眼泪 而是刘备真的动情了 也许只有这样 刘峰在九泉之下 才会有些许的安慰